今天一樣高嘉瑜 高嘉瑜的這幾張照片 說真的看了真的是蠻心疼的 知道他被打 但不知道被打成這樣 就是一個往死裡打的概念 他一講沒有錯 晚上10點被打到天亮 真的命能撿回來 已經算是蠻幸運 如果不是忌憚 他是個國會議員 說不定換成一般的弱勢婦女 說不定就是這樣 真的被活活打死 但是高嘉瑜怕成這樣 也讓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平常其實也蠻恰的 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 那我幫人家主持正義 自己的正義不敢聲張 怎麼回事 連高嘉瑜都怕得網軍投 現在跟他抓這個巴掌一樣 一抓一大串 真的 我覺得這也實在是 我們一直在講 網軍網軍在哪裡 就在這裡 就在這起家暴事件當中 現在還扯出了新潮流 好 今天的劇情發展有很多 當然高嘉瑜還是希望恢復正能量 講出了一些感謝的話等等 但他的心情此刻我想還是不輕鬆 前兩天大家都還在問 你知道我們 我們又不是網軍 我們都不太熟悉這種東西 但還說不可能 哪有這種手機充電就傳過去 真的有啊 我們辦公室也有很厲害的小朋友 說有 所以我想說我好想買一個 當時備份自己的手機 沒有要備份別人的 但是你看看 網軍標配是不是 他們就知道有這種東西 但是高嘉瑜看到的是白色 在旅館裡面 但是這個男的交給警方的是黑色的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這男的超有心機的 他大概知道事情會背後 有沒有 準備了兩種 漁目混珠 那警方一開始就被他蒙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白色在哪裡 不知道 但當時跟這個男的 在這個飯店裡面 還有一位年輕女護士 那個小護士說不定是他帶走 是不是 不曉得 好 這個部分 我們也看到了 然後這個高嘉瑜的律師說 高嘉瑜對林秉書事後的發言 感到毛骨悚然 跟不寒而栗 感覺上有濃濃的恐嚇意味存在 這位家暴裡的林秉書 大概可以說是台灣時尚 最想要發言 最積極 講話講最多的家暴犯 人家家暴被抓到之後 羞愧得不得了 低著頭 他不是 他抬頭挺胸 手銬也不用遮掩 然後他跟記者說 我有話要說 我有話要說 一度是警方不讓他講 他很想講 他要講什麼呢 他說 嘉瑜跟小馬已經贏了 放我一馬 他用輸贏在看待這件事情 輸贏 你們倆已經贏了 好吧 這局我輸了 放我一馬 然後他說什麼呢 高嘉瑜應該很開心 被你打成這樣很開心 很開心 當初很多網友去罵周玉寇的時候 他私下也很開心 有沒有 周玉寇 大家知道周玉寇 網路能量現在也很驚人 而且周玉寇是 有的時候沙紅眼是親屬不分的 他去挑周玉寇 然後很多人在罵蔡英文 罵總統的時候 他私下也很開心 你知道看到這裡我就覺得他真的不是一般人 讓你相信我是很有誠意的 然後後面就開始帶風向 帶著什麼風向呢 他戳到兩個焦點 一個是周玉寇 周玉寇何許人也 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我再解釋 蔡英文 這個蔡英文當初跟賴清德兩個人競爭選總統 在民進黨內初選的時候殺得刀刀劍骨 但是蔡英文有行政優勢後來贏了嘛 這個過程說實在勝之不武 但那個時候高嘉瑜站錯隊 他去挺賴清德 所以這個時候再在敏感的關係上 再去插一刀 很精準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然後怎麼樣 鄭中跟他說道歉 他個性確實不好 但我個性也很不好 他個性不好 靖平 你錯了 我也有錯了 這個概念 我把你打成這樣 然後你錯再先的掉掉 嘉瑜長床照片給我 部分是他長鏡 我只是強調沒有偷拍 靖平你怎麼看待這個操作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 台灣家暴史上獨一無二的 很精準 很厲害 很專業 先講林秉書用這種方式 他恐怕這個 輕忽了在這個事情之後的社會 包括這個 我們台灣整個社會的容忍度 和那個界線 我先問這個網友一個問題 我要問大家問題是 你覺得民進黨跟網軍 到底是什麼關係 四個字來形容 從這整個事件看起來 之前大家說不要談這一題 我說不能不談這一題 因為這一題不只是高嘉瑜的私事 他牽涉到我們最痛恨的網軍 這個網軍就是在民進黨上 不斷帶風向 以前他是幫民進黨去護航一些政策 到後來越來越過分 他又開始撒謊 然後開始這個什麼中共同路人 給你安罪名 然後邏輯一些莫須有的一些事件 甚至公然帶風向往的歪裡帶 現在你看連私事都要出動網軍 後面還會要講 所以民進黨跟網軍到底什麼關係 真的有點被嚇到 靖平 我要講的是 剛剛你說那四個字 我可以先直接回答 就是航瀉一氣 航瀉一氣 民進黨跟網軍 雙方其實如果出了什麼事情 要切割也不容易 因為兩邊都是一樣 幹了見不得人的事 所以狗咬狗一嘴毛 這就是民進黨跟網軍 那包括剛剛講的 如果說什麼事都扯到中共同路人 你先問問那個 來台灣白嫖的那位香港人 去那種不是那麼正大光明的 八大場所 然後又跟人家發生什麼關係 應該要付錢才是那種性交易 OK OK 你現在講這個網友可能不記得 來導播給大家看一下那張圖 好不好 溫朗東 溫朗東 你不付錢 白嫖人家 是帶的錢不夠 所以這個也是中共同路人 你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我就說是跟抓霸掌一樣 本來是高嘉瑜跟他男朋友之間的私事 家暴事情 抓出一大串的霸掌 包括那個什麼梅品 梅品維尼有沒有 Crazy Vini 然後還包括了這個溫朗東 這個事情也可以變成中共同路人 我怎麼扯也扯不到一起 我覺得他也很厲害 他說什麼呢 林秉書貿中國安高層 長期住在這個飯店裡面 2018年9月30號 在思想坦克上發文 主張台灣有揮舞五星的自由 這幹嘛 他反串吧 對不對 但他用現在反串的話怎樣 給林秉書按一個 你就中共同路人 中共同路人去打高嘉瑜的概念 你不要去怪什麼民進黨的網軍 根本就是中共的網軍 他就是這個概念 13年的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常常往返兩岸 提倡中國配偶權 巴拉巴拉巴 就是怎樣 林秉書出事了 我要切割 怎麼切割就是一招 中共同路人 不就中共同路人嗎 所以他說林秉書是 有計劃的滲透本土陣營 這是標準的國安問題 我跟你講 很多人對台灣政治生態不熟 看了這個就開始半信半疑 這樣子 尤其是綠營的支持者 你看中共多可怕 中共同路人 人這種事情 連高嘉瑜都被滲透了 不得了 但是你看看溫朗東這個人 接下來你就知道 什麼咖 2021年就今年 今年7月溫朗東認了 他跑到新竹去買春 說他沒有付錢就落跑 他說不是 是因為朋友升級了消費 所以錢才不夠 接受訪問 他還在他的臉書上 寫下六個大字 他自己寫的 他自己在他臉書上寫 我救黃 我救嫖 我救黃 我救嫖 他是香港人到台灣來 現在其實他就是綠營側翼的 綠營網軍 所以這個事情現在串出了一連串的網軍 一個一個出來 有有有有有有有 以前我們還不敢確認說這些人是網軍 只是覺得這些人腦袋怪怪的 怎麼會這樣想 一大堆 現在這種事情 一個家暴犯現在變成了中共同路人 來 靖民我先給大家講一下背景 大家才了解 來 所以我要講說 剛剛講說香港人 我們無意傷害這個香港的朋友 香港人絕大多數都不會像他這樣 那他真的是侮辱到的香港人 這邊我要特別跟香港的朋友講不好意思 如果線上有香港的朋友的話 真的這個人不配當一個香港人 也不配當一個台灣人 他救黃他救嫖 他白嫖所以他驕傲嗎 真的簡直是作賤他自己 不配他是講談他是哪裡的人 所以動不動就去談 中共同路人 哇 中共同路人真好 所有民進黨的議員 立委民意代表都會去政治現金捐獻 哪怕只有一萬兩萬三萬五萬 都想辦法去政治現金捐獻 像剛剛那個溫朗東 他以前專門攻擊柯文哲 最近你發現他開始攻擊誰 攻擊嚴家 有沒有 他一直是側翼打手 對 對 他一直專門在這方面 然後去爬書一些資料 然後去上網找那些資料 那如果照他的邏輯成立 中共同路人 哇 這些民進黨的議員立委 這兩天我都有看到什麼 包括梁文傑議員 還有好幾個議員立委 都有出來 然後甚至范雲委員 還不是曾經幫林秉書 去要那些晚聯 要那些什麼 那個就是喪失場合 看得到那些祭品 什麼都有的沒有 就幫他傳遞那些 那個符文嘛 符文啦 那范雲立委 民進黨立委 然後這些立委 這些議員 民進黨的 全部都收了中共同路人的錢 那你們全部都是中共同路人 這一桿子 哇 民進黨已經被滲透成功了 按照這個溫白嫖的說法的話 他已經被滲透到這種無以復加的地步了 所以今天你在講林秉書 說他用這種方式馬上帶政治風向 我覺得職業病 這個人就該死了 你看他去坐牢的時候 他會不會被裡面那些坐牢的黑道的 這些大哥和那些小弟那些人打個半死 我說在裡面 在牢裡面 你去看看什麼叫做監獄風雲 以前香港的這個很有名的港片都有演 台灣也是一樣 你等等進了牢裡面 你就見識到另外一個社會文化 你這個人在耍嘴皮子 什麼叫做社會事 你進了獄所 看守所 進了牢裡面你就知道 所以帶這種政治風向 然後用這種方式 然後將把這個什麼蔡英文 全部都這個搬出來 我覺得他真的不聰明 他聰明的話 除了之前第一時間坦承這件事情道歉之外 你犯了這樣的一個過錯 你打了人就是不對 今天我跟高嘉宇維 也不是同一個政黨或意識形態 或是一個立場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這種事情 只要傳出來的天人真的是共憤 要不然你看韓國媒體 國外媒體為什麼這麼關注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在社會在倡導兩性平等 兩性平權 不管男性女性或是同性 都該被友善的對待之下 你這種約會暴力 你這種家暴的這種行為 你這種打人的這種行為 我真的想 不要說是男生女生還是我 我看了我都想垂他一點 但近平你看看 我覺得其實發展到今天維持 大家比較感慨的事 因為這些就是網軍串 這個林秉書其實說實話 高嘉宇是一個受害人沒有錯 這兩天很多人給他溫暖 給很多人力挺他 不管過去喜不喜歡他的政治立場 我覺得那是分開來談 就是政治立場歸一邊 但是他在這個事情上 他就是個受害人 大家去支持台灣的 台灣婦女嗎 台灣受害人 這是應該的 我們在日本人 TRT 我們很自然的 這就是 他們在香港 對 中國人 對 中國人 幹 Lun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